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码项目实战 还有一个网上商城 上次课呢,我们已经进到了管理员的后台操作界面 并且呢,已经能够去维护商品的类别了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进入一个非常核心的功能 对商品的信息进行维护 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界面 之前呢,我们已经能够添加分类 已经能够查询区分类列表信息 现在呢,我们想添加商品 这个商品添加呢,我们有一个菜单 点击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的本身并不复杂 包括有商品的名称 要选择一个所属的分类 接着呢,有一些基本的数据 包括商品的货号、库存、市场价格以及销售价格 同时呢,有一个缩略图 从选择文件这儿呢,进行上传 还有一个呢,可以进行产品的详细描述 那么这样一个功能呢,跟我们之前的添加呢,有一点点不同 比如说,我们之前呢,不管是注册新的用户 或者呢,添加新的分类 我们呢,就是针对一张单表呢,进行每个列的添加 而对于商品这张表来说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有一个外键 这个外键呢,我们需要从下落框里边选择 我们这里是不能够设计为直接输入的 这里需要大家理解 一定要能够选择 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我们打开 增加商品这个界面的时候呢 我们要能够先把分类查写出来 好,我们呢,先将表结构呢,创建在数据库里面 我们之前呢,在分析中表的时候呢,提到过 它有一个外键,就是商品分类 它引用的是商品类别表里边的主键 我们呢,把修复库子以及外键呢,都产生出来 好,这个表呢,已经出现了 当然,现在呢,这个表里边是没有任何的数据 我们呢,首先呢,来看一下 当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菜单的时候呢 我们不应该呢,直接 转到GoodAddGSP 因为这个页面里边呢 是没有办法得出来所属分类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在商品添加这个菜单上面呢 我们改一下链接的地址 实际上这个地方点击添加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添加 而是呢,转到一个添加界面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 还可以呢,将实体内的编写 以及DL的编写呢 然后,我们首先打开这个界面的时候呢 我想要的是,先出现它的 类别下拉口 所以呢,现在这个表建好了 但是我们不一定非得要 马上就用它 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实现这个功能 我们来实现一个购置Action 这个Action里边有一个方法 Add 这个Add呢,刚才我提到过 我是想让它访问到的页面呢 是一个增加页面 而不是真正提交增加的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返回到一个 Add 等会呢,我配置到 GoodAdd.gsp就可以了 那我要说明的是呢 在这个方法返回到页面之前呢 我们需要获取到所有的分类的信息 这样的话呢,回到页面 那我就可以呢,形成一个下拉框 所以我的思路呢,是这样的 我在GoodAdd.gsp里边 我需要得到Category Surface 同时呢,有一个List 将数据呢,带回去 Category4等于CategorySurface 点2 GetCategories 这个方法呢,我们之前的已经 实现了 所以我现在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然后呢,右键 产生 GetSet 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清楚 当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态单的时候 就是GoodAdd这个UI的时候呢 他会将请求交给这个Add方法 这个Add方法呢,到 数据库里边查询所有的类别信息 然后呢,转到了GoodAdd界面 然后GoodAdd呢,就能够取到 这个下拉框里边所需要的类别信息了 我们现在还跟商品呢,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增加界面呢,实现出来 好,这个思路大家必须要清楚 那么接着呢,我就可以开始进行相关的配置 首先在Stress里边 我们可以配置一个跟商品相关的Action Good Class 这个当然我们后边都是要交给Spring来进行维护的 我们出现的是Admin下边的 GoodAdd.jsp 这里还有一个引号 好,接着呢,我们在Spring的配置文件里边 来注决一个GoodAdd.jsp 来注册一个GoodAdd.jsp 这个Lane呢,来自于 Web里边的 GoodAdd.jsp Scope呢,仍然是这个值 属性 Category Surface 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别的Surface呢 我们再接着往里边添加属性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我们检查一下GoodAdd GoodAdd呢,如果有一个Category是属性过来之后呢 这里做一个Safe一起循环 就能够将类别的ID跟类别的名称呢 显示在下落口里 那么这个Value呢,它对应的是ID 这是我们要传到后台 添加商品的时候需要使用的 而对于后边这个Category的内幕呢 它是显示在下落口里边 便于用户选择的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需要考虑的 那我们呢,部署一下 我们再来回到了浏览器 我们先刷新一下 这个刷新的主要是能够将商品添加 这个超链接呢 做一个更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 它的链接是GoodAdd 点击一下 好,那么对于这个下落口里边的数据呢 我们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么之前呢,我们的数据有一个重复的 所以这个地方显示呢,就重复了 当然这是需要改进的一个地方 那么除了这一个所属分类能够在初始化增加界面 显示出来之外呢 还有一个商品的货号 这个商品货号呢 本身它应该呢是由系统自动尊成的 用户呢,不应该去改它 那如果需要产生这么一个商品货号呢 我们应该在 这个方法里边呢,进行处理 比如说 我设置一个 GoodLumber 这边呢,我们就应该提供一个方法 能够每次增加商品的时候呢 产生一个不重复的商品编号 这个商品编号呢 后边就可以拿到了界面上去显示 好,这一段呢 我先做一个样子 大家呢,可以后边去参考 比如说,我产生为 HiGo HG开头 加上一个 年月日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 这个时间呢,可以使用一个工具类来产生 之前产生的这个格式呢 不是很符合要求 我呢,还是使用上面这个语句 不过呢,我把这里改下 把这些符号呢,去掉 同时加上一个MS 毫秒 那么这样产生的一个 似乎刀呢 它是跟实践相关的 并且进去到了毫秒 所以呢,我们在添加商品的时候呢 认为呢,它基本上不太可能重复 但如果这个货号的产生规则呢 使用其他的方式呢 只要保证不重复呢,也是可以的 或者根据其他的规定好的规则呢 产生编号呢,也是可行的 好,这一段呢 我就加上刚才产生的google number 将get set呢,产生一下 这样我们再回到google add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呢 在商品的货号这 给一个默认的值 同时呢,这个值呢 如果我们不希望用户能够改的话呢 还可以来一个read only 好,再次呢,波数一下 那我们希望看到的效果呢 是当用户点击商品添加的时候呢 下落框里边可以选择类别 而且呢,商品的货号呢 也已经自动产生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就已经出现了 好,那么本资格呢 好,我们主要是将添加商品的页面呢 做了一个瘦石化的工作 呃,两个地方 我们做了一些处理 一个就是要能够将内边呢 显示在下落框里边 供用户呢,选择 这里绝对不应该由用户直接手动输入 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商品的货号呢 我通过一个规则呢 自动产生了一个 也不允许用户呢,随便去改 好,这是我们本次课的内容 下次课呢 我们将接着这个界面 来做一个发布商品的功能 好,本次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